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出发课堂 我们这期视频要给小朋友们介绍三个基本笔画 哪三个基本笔画呢,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斜钩 它为什么叫斜钩呢? 它是斜着的钩呀,特别好理解,是不是 它不是这样直的,而是斜着往右下衍生的这钩,是不是 所以叫斜钩 那第二个呢,握钩 你看第二个基本笔画它叫握钩 握,握床 握就是躺的意思,是不是 睡的,躺的意思 那你看,这个钩它是不是这样躺着钩的 所以它叫握钩 第三个,树弯钩 上面就像写树一样,你要拉直了些,是不是 然后呢,到这差不多了,然后平滑的 那个圆润的往右拐弯 然后平滑的拉出去,最后往上钩 叫树弯钩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基本笔画要怎么书写啊 首先,当然我们先复习一下田子格的认识啊 小妹妹看一下,这个叫横中线 横着的虚线叫什么,横中线 竖着的虚线呢,叫竖中线 横中线,竖中线 那它们交叉的这个中心的点叫什么 叫中心点 那你看这个斜钩它是怎么写的,在天字格里面 怎么占格子啊 是不是从这个格子到这个格子 然后穿过中心点这样拉出去 对不对啊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顿笔 从中心点穿过去,到这儿 看到没有啊 然后往上钩 这是什么,卧钩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卧钩可不是直的啊 有的小朋友他这样写,你看这样直的吗 你看他好看吗 不好看 这样写是不对的啊 这个卧钩它是微微带一点小肚子的是不是 微微往前弯一点点 带点弧度的是不是啊 所以呢,你看 你这个不能这样直着过来 它要往前挺出一点小肚子 哎,带一点弧度 看见没有啊 当然弧度不能太大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写呢 弯得太厉害,也丑 是不是啊 来,我们再来一遍,你看哈 哎,微微带一点弧度 从中心点穿过去 然后往上钩 这是啊,斜度的斜法 好,我们看第二个,磨钩 磨钩看怎么写呢 它从哪儿起立了啊 横中线,是不是啊 从这儿横中线起立 然后你看,前面这个它比较抖 是斜就往下去的 哎,前面比较抖到后面的时候 还是这样抖的吗 不是的 它到这儿的时候就平缓的 哎,往右过度拐弯了是不是啊 往右这样平缓的拉出去 然后到水平位置的时候 往里勾 看见没有 来,我们试一下 从横中线起立 斜下去,抖一点 然后平缓的过度 到水平位置的时候 可以了吧 好,往里勾吧 是往里勾的啊 不能再往上勾了 你们明白吧 哎,卧钩它是往里勾的 看见没有啊 横中线起立 斜下去 平缓的拉出去 然后往里勾 好,这就是卧卧钩的行法 那么最后来看树弯钩 你看树弯钩是怎么写的 树弯钩这个树不是夹在树中线上啊 如果夹在树中线上 你就只写到只占格子的一半了 那这一半就浪费了 看见没有 为了让它写在格子的正中间 居中 我们在这半边格子这儿 想树 然后平滑的 带点弧度圆锐的往右拐弯 哎,从这起比 你看树 前面要直啊 像写树呀 拉直 然后圆锐的拐弯 下面要平滑的往右延伸 下面基本上是水平的 不要写太圆 好,到这儿就可以往上勾了 这个是往上勾的 看见没有啊,不能往里勾 有的小朋友 哎呀,跟画圆弧似的 你看,它还得翘上去啊 哎,到水平位置还不行 它还得翘上去,然后往里勾 这样太丑了,是不是啊 这样写的是不对的啊 不对的 我们把树弯都再来一遍啊 你看 前面像写树一样 你这样拉直 好 圆润呢 拐弯 这里要有带点弧度 要圆润一点,是不是啊 带点弧度 然后平滑的 怎么样 往右延伸 最后往上勾 下面这一部分基本上是水平的 看见没有啊 好,这就是这三个基本笔画的具体写法 现在我们把今天学的基本笔画 我们再回顾一下 再复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斜钩 哎,斜着的钩 不是直着的 斜着的钩 斜着往右下伸展的钩 对不对 叫斜钩 要记住它要带点小肚子 微微地带点小肚子 不能太弯 第二个是什么 握钩 躺着的钩 是不是啊 哎,躺着的钩 前面倾斜弧度大一点 然后怎么样 拐弯往右边延伸 水平延伸出去 到水平位置的时候往里钩 这是握钩 最后一个是什么 树弯钩 树弯钩 前面要拉直这一段 树向 然后呢 哎,圆润一点的 往右拐弯 要带点弧度的啊 不是这样方折 不是这样的 那就丑了 这要带点弧度的 圆润很自然的这样过 过渡过去 看一没有 然后下面 基本上是水平的 最后钩 往上钩的 这叫树弯钩 好,我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